Hi everyone,我是蕩蕩大學,Happiness University的熊仁謙 我今天想要與你聊的主題是 如何重建目標感 這是來自一個讀者的問題,那這問題有點長 這個問題大概是這樣,就是這位讀者他與他的女朋友一同創業 他們合夥創業 結果呢,當然還有另外一個人,總共三個人 後來在交往的過程中,原本他做這份工作 一同創業的目的是希望兩個人有一個穩定的未來 但後來呢,這兩位 就是這個當事人,提問者跟女友就分手了 分手之後呢,他先經過一段 情緒上的過渡期,那是痛苦的過程吧 那他 痊癒了,他就度過了這樣子的一個失戀的過程 但他現在覺得很鬱悶,為什麼呢?因為他每天 跟自己的女朋友一起上班 可是同時又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可能也會跟其他人約會 所以他瞬間覺得 很鬱悶,因為他找不到他自己在工作的目標 然後他要看到這個狀況,他覺得很煩 他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得先聊聊我們人類 看待人生問題的時候,基本上有兩個向線 就兩個層次的角度 一個叫情緒向線 一個叫理性向線 這兩個是有個明確的高低分別的 我們先講情緒向線 什麼叫情緒向線呢? 就是你每次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都有一個情緒 然後你想的都是如何去宣洩這個情緒 以及如何讓這個情緒不要發生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當他看到他自己的女朋友 跟人家約會的時候 舉例來說 我並不說當事人是這樣的 可能他會覺得說 他現在已經不是我女朋友了 我也不應該再干涉他 我現在情緒很差 我找別人聊聊 這就是一種很典型的情緒向線 他在解決的問題是個人的情緒 情緒向線就像什麼呢 就好像一個破掉的花瓶 你只能不停的去縫補他 你只能夠不停的把它補起來而已 但最後裂痕一直還在那邊 因為這個問題的根本就不是情緒 問題的根本是第二個層次的 叫做理性向線 或者叫認知向線 什麼叫做理性向線或認知向線呢 我們談一下印度哲學 印度哲學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人生輪 這個人生輪 之所以叫人生輪 是因為它就像一個輪子一樣 它有三個點 一個三角形 第一個叫認知 第二個叫情緒 第三個叫行動 然後這個行動會 助長這個認知 所以他們是互相循環的 舉個例子來說 我之前舉過例子 當我家迷迷做了一些貓咪不太會做的事情 比如說在自己睡覺的地方 大便之後 這是一個貓不太會做的事 不同的認知會讓我產生不同的情緒 如果我覺得 他在找我麻煩 我可能就會揍他一頓 當我覺得他是不是不舒服了 我就會緊張 對吧 認知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而這個情緒也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當我覺得他在找我麻煩的時候 我可能就打他 可是當我覺得他是不是生病的時候 我可能就帶他去看醫生 而這個行為又會再次強化那個認知 所以他是一個循環過程的 嚴格來說你沒辦法找出一個頭 因為他是循環嘛 但是最重要可以下手改變的是那個認知 回到我們現在這個問題 當我們是用情緒向線來解決的時候呢 你是沒有辦法根治問題的 因為這個問題的根本來自於你的認知向線 出了一些問題 好 如果以當事人來看他的認知向線出了什麼問題 他目標感喪失 原本的那一份工作 這一個行動 這一個生活的重心 是以 希望與女友穩定交往 作為目的 作為他的人生的你可以說軸心骨吧 或者他的核心 然後才去做這份工作的 因此他可以過得很安穩 但這個時候 這個目標感喪失了嘛 因為他女朋友不再跟他在一起了 所以 目標感的喪失 才是他關鍵的問題 因為當他目標感喪失 他找不到他人生的一個 軸心 他找不到他人生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價值的時候 剩下的各種鳥事 都會不停的煩他 對於一個有目標感的人來說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上班很忙 你就算遇到鳥事 你可能 過過就忘記了 因為你還有你自己人生的軸心 但當我們的軸心不存在的時候呢 一點點的事情就會 勾動起我們的情緒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 不被這些情緒紛擾所影響 特別是這個朋友 想要擺脫這樣的循環的話 不是只是 安慰自己 或者是情緒上的調適而已 你必須找到一個新的目標 就是這一份工作對你的價值與意義 這個創業對你的價值與意義是什麼 原本是跟女朋友一同創造幸福的未來 現在這個計劃破滅了 那請問你新的目標是什麼 只有找到這個目標之後 你才會投入在它裡面 它才會成為你生命的軸心股 這個時候 你女朋友發生或者是你前女友發生的所有的這些情緒上的問題 才會比較沒有辦法侵擾到你 用理性來駕馭情緒 遠比單純撫平情緒還要重要 而用理性來駕馭情緒這個概念 在我的新書 這個月上市的新書 原來 我們都對自我誤解態勢裡面 有一系列的介紹 記得去買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還變成新的Youtube 以及按我們的鈴鐺喔 只有你按了鈴鐺之後你才會 收到我們的每一個影片的 發布通知 同時還有熊仁謙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在這裡呢我們每個禮拜都會 各直播一次 討論一個主題以及 介紹一本書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